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美观 大家好 如果关心今天的农业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的天气算是改温定 如果明天在外的天气是改 今天差不多都是纯南风 纯南风 纯南风 而且我们全台湾各地的天气都是多云道 晴隆都可以看到一头 我们在这些写的时候这些农业会稍微看较稠 但没有在这些山枯的月中 六个月后稍微看第三个雷震雨 这些雷雨的情况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要稍微的留意天气的变化 那么尽量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宜兰附近 目前发现水稻的话有白叶枯病 所以要尽数使用合格料剂来做防治 另外也是一样的是我们宜兰 有这个稻热并有增温的趋势 建盟农友们要加强巡田 那么及时进行一些防治的工作 避免天间的感染扩散 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些天气的暴风 我们明天才会同样是设计的 这些套篮帮我应用 所以这个天气跟今天是比较类似 一样山区或一些午后雷震雨 但是可以看到有一波封面云气 这些封面正在逐渐接近我们台湾 大概在礼拜二的晚间的时候 就会来到我们台湾北部的海面附近了 礼拜三我们台湾会受到封面云气的影响 不过这波封面的通过速度也是很快 我们台湾的话是主要受到封面尾巴的影响 那么礼拜四的话可以看到 又再度转为比较偏南风 所以又是回复到跟今天或是昨天 今天或是跟明天比较像的一个天气 我们到礼拜五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礼拜五的这个下半天 真的到晚上的时候封面云气 下一波封面云气又会接近 所以这个礼拜的话会有两波封面云气 接近我们台湾 第一波是在礼拜三 第二波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所以我提醒大家还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 他们也希望说这个封面云气 可以为我们台湾的水库带来一些进展 那么什么地方比较会下雨 什么时候在卡卡罗会再看到 这些明天在外最后在这些山库 有这些地上会准备 礼拜三的话其实是 全台湾都其实有下雨的机会 其实是因为受到封面云气的尾巴的影响 所以尾巴的云气的结构 就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完整 可能会比较零散一点 所以下雨的话可能会是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那么来看一下未来四天的一个降雨的趋势 一个范围的话 最主要是礼拜三受到封面云气的影响 降雨的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多 但是目前看起来预测的结果是在我们的 东半部地区可能降雨会比较明显 其他西半部其实也都有些下雨的机会 但是实际情况会如果就要看整个封面云气的一个 比较平常它中后段的一个结构了 那么其他礼拜二的话 明天最主要是山区有些午后的短三阵雨 礼拜四礼拜五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相对于这个礼拜一礼拜二来说 这个水汽的话 礼拜四跟礼拜五相对再稍微比较多一点点 另外来看一下在这个风力跟这个浪况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宜兰 这个花莲还有彭嘉宇 新竹还有这个欧乱比附近都是中浪 其他我们东石跟成功附近是小浪 那么风速的话这个小浪大概是4级 那么其他地方大概是4到5级 以及5到6级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外达地区都是中浪 那么在这个风的这个级速的话 大概是在6到8级左右 另外来看一下这个阵风的话是6到8级左右 另外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潮汐的预报 我们的基隆跟屏东是中潮 其他地方是小潮 那么在我们的外达部分的话都是小潮 另外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温度的部分的话 明天清晨的低温跟今天都是类似的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那么在我们的中南部地区也都是类似的情况 都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那么在过来一个礼拜的一个温度趋势 北部的话呢 低温大概在22到23度中午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左右 南部的话低温是在这个25到26度中午高温大概在29到31度 所以过来的这个礼拜虽然说礼拜三跟礼拜五 是有风门云性影响但是温度的变化不是很大 那么最主要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礼拜三跟礼拜五 这两天的一个这个礼拜五下半天到礼拜六的时候呢 这个风面南下之后的整个一个天气的一个转变的情况 那么也希望说可以多为我们水库带来多一点进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业气象 明天再见